直男追踪意义一直是一项难题,就拿大叔自己去例,把随便打开电视,或者个大视频网站,基本全是给女生看的,要么是一群女的一块儿出去玩,结果互相吵架上热搜了,要么是本来动嘴的节目,结果彼此动手上热搜了好不容易,等到了几当经济类节目,也是质量分辞,不认选, 更不直男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让八叔找到一道足够符合我直男本色的节目说他直男已经不够形容了,这当节目的男人味甚至有点像眼睛要燃点,有聊比赛,更有,节目的精彩和热血程度丝毫无亚于心自上场,热血到感觉血液里流淌的已经是开水了不卖关子,说的就是这道, 这就是灌篮比起清一色的直男误入新综艺,这就是灌篮简直文准肯的说中直男所有兴趣点首先节目的专业性上,就毫不给其他竞技类综艺留面子, 与网竞技类综艺都像流量低头,导师清一色都是明星,即使有专业人士参与也只是以嘉宾的身份从旁协助,给两句不痛不痒的点评,而在这就是灌篮里,有林舒豪和郭艾伦这两位职业球员加入,给节目的专业性水准拔刀不少, 战术思路上也能明显看出CBA和NBA的差别,另外明星领队周杰伦和李一峰,无论是从着装打扮还是日常生活里,都看得出是实打实的篮球迷, 当然要论资历和咖位,现场没有能比肩周懂得存在,但在节目里周杰伦亲口说,在他们队伍,众,林舒豪是领导者, 自嘲讽号为最强助理教练,这要是按照正常综艺的逻辑,导师之间免不了一场勾心斗角和争翻踩位,为了思维和抢夺资源,而面目猙獰,但灌篮里却没有,为什么? 因为在赛场上,专业性才是决定比赛的关键在篮球场上,聊的不是明星光环和流量生意,这里只在乎输赢,同时不得不提到, 这就是灌篮里最说八书的一点,竞技性拿水利说话是这当节目的唯一总指,选手的人气,投票,背景都不重要,因为有着严密的规则和裁判, 在这里能决定生死的只有几分板上的黑底白子,而且竞技才是篮球运动的核心,运动场上只有拿出全部实力打好比赛,才是对这项体育的尊重,激烈的赛制, 也决定着每个球员上场都必须全力以赴颜值很高的球员消耗篮,因为在场上表现不佳,被郭艾伦毫不留情的指出错误,看脸不会得分,一切都以实力说话,这就是灌篮, 但更多人体会到了体育经济的魅力,不像唱歌跳舞一样的主观评判标准,在这里赢就是赢就是赢,而只有敢挑战强者的人,才能赢得欢呼声经济性之外,是这当直男综艺的真实性,各路综艺节目里见惯了千奇百怪的剧本,演的痕迹远远大于节目本身的戏剧性,刻意的反转和撕扯,反的磨光了观众的期待, 而这就是灌篮里,真实的激烈对抗和时刻变化的赛场,根本让人无法预料到会产生什么结果化, 据话说,灌篮里的桥段,没法被编写或演绎出来,哪怕同样的球员同样的战术,再进行一场比赛,也没法复制出同样的精彩第六季里, 姚正义记押上绝杀三分球,把这一天战队迎来了希望,104对104打平,比赛进入加时才得以牛转败局这种桥段想必就算有编剧能想得到, 但押上三分球的运气和实力,也不会每场都兼具,队员们的欢呼和雀跃,更不是靠编排就能呈现的这种真实性, 不光在赛场上,生活中也有亮点,球场上他们是玉气风发的追风少年, 私下里却会对小虫子束手无措,赢了球会像脱章的野马一样把队友扑倒, 在身下庆祝,可下了赛场却会因为脚对脚的接触而不好意思,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里,场下球员张天逸,因为对裁判的判罚有意义, 而被裁判判拔杜拳出场,裁判是否误判和球员为意义,在摄像机前都会被放大, 这种情况其实在篮球在场上十分常见,而节目组毫不顾忌的把桥段放出来, 更能看出对真实性的不变换作为直男综艺,另一大亮点就是场上这些男人之间的火烟味, 拿起篮球,所有人都仿佛变了一个人,最新一期节目比赛一开始, 龙骑士队的张宁和这一天队的队长杨正就杠上了赛前热身, 双方会互相校正,为了指出痛点,杨正直接还原了上一场杨少尼转三分的投篮, 喊出让对方怂的巴巴口号,这口气张宁自然不会憋着, 比赛一开始,才故意持球拖延时间,然后同样奉还了一个压着进攻时间的三分球给杨正杨正也不甘示弱, 在与队友配合互传之后,拿到球就是一个三分,是在了篮筐内, 这几人色波直接削弱了一层张宁的锐气,住篮球比赛中, 一方队员投中一球后,另一方立刻以相同的巴士,回进对方一球, 紧接着张宁再进一季三分球,杨正也依靠三分球把比分追平, 开场刚刚几分钟,就以双方单加球员的各自两季三分球, 开始了你正我夺,张宁想出对方的锐气,没想到杨正的三分球也那么准, 而且看不惯他的得死张宁进球成功后的庆祝方式和表情, 让其他球员心里不爽,但在篮球场上一切以实力说话, 每当张宁出场,都伴随着得分机器的弹幕照里一封的说法, 张宁这名球员,除了长得着急不像21岁以外,没有任何缺点, 但随着节目的进行,球员们也都在慢慢暴露着自身的缺点, 同样是张宁,虽然个人能力很强,但团队配合上却狠度, 被人指出太庄,太傲篮球场上的事,只在篮球场上做评判, 这是篮球迷中不约而同的文化,一个人的球品不会上升到人品, 在场下,哪怕作为对手的球场弹幕及杨胜, 也对张宁的球技有赞赏,当所有人都拿出实力说话, 并且在一个公平的赛场上时,才会有真正的理解和尊重, 而且输强输弱,观众也自然能够看出杨胜在赛场上同样, 是节目里神奇的存在组队之后的第一次正式比赛, 他所在的JTAM在落后龙骑士18分的情况下, 硬是靠着他的连续进球才把比分追平, 比赛上想的最后一秒,凭借一个三分球争取到了加时赛, 才有了最后的胜利,但他脾气是真的暴躁, 升起起来还会和女观众较真, 所以大家对他都是又爱又恨,女生观众眼里, 他没素质,脾气差,但在直男观众眼中, 他却是值得尊敬的对手,在球迷直男日极地, 苦补不幸街里,有一个最受欢迎球员的投票, 杨正就把得了头筹,如果他在比赛中, 再做出一些有争议性的动作,那就更热闹了, Diss他的和Respect他的群体不断在弹幕上交锋, 简直像大型幼儿园掐架现场, 但这正是这一档节目的魅力, 我们能看到同一人物身上折射出不同群体的审美差异, 同时也说明,观看这档节目的人, 并不仅仅是篮球迷门节目才播到现在, 后期他也渐渐火出了圈,不仅先日直男们为他欢呼, 在各个平台和受众中都获得了不错的口味豆瓣评分8.3, 在今年国产综艺中是非常难得的分数, 正是因为节目有这么多的看点, 在互扑上也好评不断, 甚至微博上都涌现出一大批怪懒女孩拔书决斗, 这就是这档节目的成功之处, 他虽然与现在以女性受众为主的综艺节目画风总然不同, 但却依然能靠着种种亮点打动女性观众, 要听失职, 关注电视剧, 男团女团, 唱跳综艺的女孩们, 对篮球这项直男运动产生了兴趣, 非常不容易, 能将篮球运动推广出去, 更是一项重任更重要的是, 在上文化流行的当下, 这就是灌篮让观众看到了 那代年轻人的另一种态度, 阳光率性, 励志真实, 如果你恰好验证了各种慢综艺和CX节目, 灌篮就是你的菜, 感谢观众,